BIRST BLOOD 老師 同學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主播尚恩 今天我們來玩的是拉茲打野 大家記得不要輕易在排位賽中模仿 除非你是專精拉茲的大神 那由於呢不想大家輕易的模仿 因此我們就不放出裝以及阿姨 基本上呢我們的出裝跟中路拉茲的出裝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呢第一階我們會加入魔法打野刀 由於拉茲在上個改版的改動呢 我們的連招都會加入普通攻擊 因此呢非常容易觸發密咒之刃 甚至魔法打野刀 所以呢這兩件裝備非常適合拉茲 拉茲甚至呢可以出奇爾的出裝法 拉茲的輕易速度呢並不算特別快喔 可是以法師來說呢也不會慢 基本上呢我們就是記得不要太急 不要亂亂你的技能呢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呢千萬不要把野怪推出去 不然野怪就要回血了 注意到呢我們差不多一分三十秒左右 就可以把野怪全清上四等 這個速度是完全OK的 敵方納克都甚至還沒上四 四等之後我們嘗試來抓人抓一波 這邊我們追殺尼 挑掉兩個人 我們趕緊補一套連招 成功擊殺敵方的卡芬妮獲的首殺 我看我們隊友的狀態呢並不會太糟糕 我看可以繼續煩點野怪 OK敵方納克依然還沒上四等 建議趕緊發個信號集合 卡芬妮同學趕緊過來幫我們吃個魔龍 那射手早點過來是比較好的 但幸好我們身上還有制裁 注意敵方納克羅斯蠢蠢欲動 我們嘗試把諾克擊殺 很不幸的被暈眩到喔 但就納克一套呢 魔龍剩下60滴血 被我們制裁拿走 外加兩個人頭 這一波可是鑽飯店 那敵方打野已經死了 沒有人會過來反我們的野怪 那就把野怪吃一吃 吃完血量應該回的差不多 不要忘記打死野怪還會回復生命 那最後我們火球打野怪的傷害會特別高 那是因為魔法打野到 後來我們對野怪的傷害呢 增加30% 也就是說呢 拉茲雖然第一輪清野速度 並不會特別快 也不慢 但是呢 中期開始清野會非常的快喔 而這時候呢 我們的傷害也是可以一套 帶著敵方的脆皮英雄 包括打野射手中路 所以呢我們可以一邊發育 一邊找機會 拉茲呢 由於有非常強的單抓能力喔 我們一套秒殺呢 敵方是跑不掉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優先抓人為主 抓人之後呢再來推塔吃龍 像這一波 注意到敵方卡芬妮的傷害 不要承受太多傷害 耐心的等待機會喔 如果敵方撤退的話呢 我們也不要追太深 畢竟呢我們本身自己也是很脆皮 魔龍沒那麼快重生 上路看看這個塔拉 塔拉把野怪呢 都吃光了 上半部的 而我們是莫托斯 這波人決定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塔拉身上 快速把這兵先推進塔 看起來這波並不會先打架 如果會打架的話呢 記得要以支援隊友為主 魔龍還有大概十秒 我們讓隊友先過來 確定附近沒人在蹲 有個納克 敵方魔龍路雙輪組都在喔 這邊我們血量實在太慘了 得先撤退 這一波魔龍呢應該是留不住了 敵方兩個魔龍路在卡威 而納克再吃 那就算了 欸但注意這邊 我們莎妮衝得進去 一個二技能 一顆技能竟然成功搶到龍 這一波非常賺喔 這也是5v5好玩的地方 有時候呢我們可以創造優勢 有時候呢我們沒辦法即使趕到的時候 隊友就可以補上喔 這邊中路是卡莉 我們就一起把這野怪吃掉 冰線 然後現在吃個藍 藍buff的天氣還是挺重要的 畢竟我們需要冷卻時間 上路敵方塔拉的水量不多 我們看能不能配合摩托斯的高爆發 一套把他帶走 注意塔拉來吃附近的野怪 請他吃一個火球 這邊身上有制裁是不太怕的 成功拿了一下 欸這個紅也在 我們先把他吃掉 快速吃 OK 這邊可以說是全全身風喔 我們一拳打出去呢還有風 看著圖倫想幹嘛 喔圖倫的位置太深了 推出去再一個普攻推進塔 人頭有卡莉拿下 請納克吃一個火球 一個擊飛 最後一個火球 成功帶走 這邊看敵方會不會有人來防守這個中塔喔 往下面去掃描一下 像掃地機器人掃雷達一樣 那注意到呢他們的輔助 跟射手離得很遠喔 一套直接帶走卡芬妮 自己拔掉中塔之後呢還可以接著拔下塔 隊友們要加油 下路應該是沒意外就可以拔掉了 那我玩這麼久呢 比較害怕的是 在創造優勢的時候 隊友不點塔 尤其是射手 那但這波隊友做得不錯喔 成功把隊友下路外塔 如果隊友不點塔的話呢 遊戲可能會拖很久喔 拖越久呢就越有機會被敵方反敗為勝 理由很簡單喔 如果你是順風的那一方呢 你通常都會膨脹 因為逆風的話就沒辦法膨脹了嘛 那逆風覺得呢就會要穩炸穩打 打得更穩 他們希望爭取勝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很容易被逆風 如果沒有即時結束遊戲的話 有點可惜呢沒人抓到他們 那我家一塊已經出來了 先繼續亂一亂這個納克羅斯 那成功搶了他紅 注意這個塔拉 先吃一個火球 感覺這波可以抓他喔 第二個火球也命中了 他已經殘血 最後一個火球也中 因為很可惜呢我們大招跟他插劍而過 但是呢魔龍Buff已經把他燒死了 來撿一個飛龍 回血跟跑速效果呢都挺好用的 這邊我看我們可能可以截刺凱撒 能先來哪個藍 再叫隊友過來 放個集合信號 OK這邊我們沒有高速速的英雄喔 只有我跟莫托斯還有沙尼 這邊感覺會吃得非常的極限 OK幸好我們還有制裁 成功拿下 這波我們不用回家喔 還有三隻野怪可以讓我們刷 三隻野怪刷完呢雖然就可以回的差不多 注意呢這邊我們 哎呀 喔幸好有吃掉喔 我們需要吃野怪來回血喔 這邊我們的中路已經死掉了 暫時少一人 但這一波抓到他們的射手 射手直接先死了 然後緊接著是他們的佩娜 佩娜之魚已經用完 一並帶走 最後我們狀態有點殘 回個血呢再準備繼續推 敵方納克也趕到了 剛剛我們血量太少呢 有可能會被敵方納克一套帶走喔 這一波結果是一環三 注意納克在上路 在手拿個天空巨龍 天空巨龍應該不要太早放喔 跟隊友一起的時候再放 這樣子呢隊友們可以保護那個天空巨龍 天空巨龍又可以拆外塔 甚至高地塔 那這一波呢我們的射手還沒到 但我們隊友呢 應該不會打起來 畢竟能比較少 我們趕緊把下路兵線一起帶進去 這樣子可以三路一起推 這樣還是結束遊戲最正確的方法 納克過來防守了 OK丟中他一拳 他已經少了快一半血了 但是沒有兵線呢 我們也不要硬衝喔 畢竟他滿好佩娜 佩娜會暈眩 會緩速 很麻煩的 接著呢下一波兵線 上路下路都有 敵方在下路防守呢 我們找機會去拆上 這邊要把敵方防守趕走喔 卡莉已經做得不錯 開了大招轟炸 我們的前排已經衝了進去喔 繼續把敵方趕走 成功破壞敵方上路高地 接著我們隊友在拆中路高地 那我們就繼續拖著敵方喔 不要讓敵方過去防守 先把兵線帶進來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拆主堡 OK敵方剩兩人 我們還有上路的兵線喔 先表這個納克羅斯趕走 最後兵線進主堡 就能夠成功拆掉 那以上是我們帶來 拉茲打野的三眼說 拉茲打野呢 不是一個主流的玩法 記得呢 不要輕易的在排位賽裡面試玩 那最後呢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喔 每個禮拜的一三五七呢 晚上七點左右 我們都會在NOTO LIVE開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那我是三個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老闆